人是习惯造就他的一生 所以开启成功的第一把钥匙就是你习惯 你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 我就回想我自己当年 我当年失败的时候 我的想法都是消极的 我所做的事情 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了这种不成功的习惯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成功的百分比 你一定要相信专业知识 只占有20%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 我说你从小学一年级又进来开始 一路毕业上来都是第一名 你的专业最好 可是在你成功的过程上 你在社会上未来的成功 只占有20% 可是很多人就死死地抱着这个死学识 死专业 所以专业越赚 路越窄 接下来我又跟他们讲 成功的百分比第三点 就是远远期的人际关系 占有40% 我人弯气弯才才会弯 成败决定在你的目标 跟你的价值观是否比你稳定的更糟 比任何人稳定的更糟 很多人已经年纪一大把了 还没有价值观 还没有他的目标 请问你 你输老早输人家输太远了 一个人目标大于问题多 这个人一定会成功 而一个人问题一大堆 目标很小 这个人铁定不会成功的 让我感受最真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一个人成败是决定在什么 决定在你的目标 跟你的价值观是否稳定的比别人少 我觉得这句话太重要 一定要把它写下去 变成一个标题 第二个你有的目标要有规划 你没有规划 没有人说 我写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计划自己怎么失败 他的不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规划 所以当你在计划之中 计划完以后 你就要开始行动 可是行动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在停止线就停止在你行动的时候 你没有行动 你不觉得做都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透过学习 那不只学习 学习中间你还要懂得 学习完 你行动学习 学习行动要并进 一边学一边做 一边做一边学 这就是路无一边学说 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观学不做是不会成功 观做不学是做不到的 你一直做一直不学是不会大的 所以要被刺激 所以这个中间就是靠你的坚持 要有耐力 才能到达你的目标 这个很完整的一个循环线 所以我在跟他们讲 四个如果 你的一生就会承诺 第一个 如果你相信 第二个 如果你学习 第三个 如果你谈试 试试看 最后一个 如果你坚持 就是这四个如果 就会承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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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承试看